把這段影片看完你就會知道我到底用什麼方法 在2005 年的時候我和創業夥伴架設了一台 Linux 的網站伺服器 當時安裝了 PHP Win 的論壇軟體 裡頭有一個集點競賽的功能 只要有人註冊成為這個論壇的會員 就會有自己的推廣網址 只要把這個推廣網址 Email 給你的朋友 邀請你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論壇會員 他自己就會有一個點數 有玩過 PHP Win 論壇這些人應該都會知道這個點數就叫做貢獻值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活動 只要你的貢獻值積滿100點的話 我們就送出5萬元的贈品 你沒有聽錯 的確是5萬元的贈品 這5萬元的贈品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刪掉它的網頁 就是 Infobox 這個電子郵件的海量發報機 因為這個贈品實在是太誘人了 所以就有許多網路上的工程師 包含MIS 一些網路系統工程人員都參加這個活動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一天 我們的Linux的網站伺服器 在不到5分鐘之內喔 主機的CPU從原本的只有10%的負載量 突然跳到100% 然後就死當了 當機囉 我們馬上重開機不到5分鐘的時間 又再次的當機 怎麼辦 是駭客 沒錯 我和我的夥伴就是這樣想著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你看看這個MRTG的圖表 這個圖表 這是一個象徵示意圖 我們當時圖表不是長這樣子 而是蠻窄的喔 當時呢 我們主動的頻寬是中華電信的 雙向512K 512K而已喔 雙向512K 在當時是最快的頻寬 然後我們是用固定制的ADS 固定IP 來駕站 我們再次重開機 發現這個ADS的黑盒子 我們現在都稱為小烏龜 這個網路燈號用非常不尋常的速度在閃爍 接著我們看了下系統的MRTG圖表 龐大的流量一擁而入 一秒鐘之內超過萬人連了進來 原來我們遭到了DDOS的攻擊 我們是不是被駭客鎖定了 但我們還搞不清楚到底是 從哪一個IP連線過來的流量 伺服器又當掉了 從開機以後啊 我們趕快來查看這個來源的IP 發現一個奇怪的IP 然後我們順著這個IP去找到了 原來他是大陸地區的某一個 遊戲網站的討論區 遊戲網站的討論區 我們後來發現 這個網站的最上面啊 他就放了一張小貼紙 那這個小貼紙 就是我們在舉辦極點活動的時候 那個小企業的圖 就是這個小企業的圖示 那我們知道這個Linux一般就是用這個小企業的圖示來做代表 那點了這個網站的這個小企業的圖示呢 他就會連到我們的論壇的網頁 啊 我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 原來有一個網友啊 和這個經營大陸遊戲網站的朋友 他是很熟的朋友 所以就把這張小企業的貼紙 放在這個流量很大的 遊戲網站討論區 所以我們就緊急聯絡這個網友告訴他說 欸你已經有資格拿到我們的贈品了 請你趕快把這個貼紙拿下來 趕快拿下來 後來我們的網站總算恢復運作 然後經過詢問之後才得知 這個遊戲網站的討論區 每天都有40萬個人的造訪率 哇真是嚇死了 一天40萬個人 難怪當天流到我們的網站會 會這麼多人 不過我們 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們知道 這個極點競賽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這算是當時非常早的病毒式行銷 因為網路人傳人的威力實在太可怕了 那現在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工具搬到臉書上面來玩的話 會不會更恐怖 行銷效果有可能 讓你的網站像我當時一樣伺服器掛點 然後頻寬被擊爆 流量大商品的曝光就會大增 如果你只要花3500塊就能造成數萬人來訪 你會不會想要這樣的臉書APP 如果你要的話 請你趕快行動 在11月6號 在11月6號這個活動就要停止了 改成每年的收費方法 現在只要3500塊 你就可以 終生使用這個APP 趕快來搶喔 我要指示 345.tw 斜線022a9 當你購買這個臉書APP之後 還會再送給你什麼 如何申請臉書開發人員 並建立APP的電子書 這是很多人他不曉得怎麼使用 沒有人在教 學不會 而且這本電子書 你還可以拿去轉賣 得到收入全部歸你自己所有 行動嗎 這個時機不等人 趕快行動 趕快按下圖片的說明吧 好 這段影片看完之後呢 我下面是不是有一個 buy now的按鈕 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 你要購買 而且現在就要趕快下單 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 看你如果一看完這段影片 你想要上網站去實際體驗的話呢 我有留一個網址給你 如果你上網去看的話呢 你會看到一模一樣的網站頁面 但是呢 在播出之後啊 這個時間點其實已經過了 這個優惠也過了 可是呢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你會看到 很棒的東西 在這邊我就先賣個關子 如果你們自己上網去看的話 你們就會知道 OK 在網路建立信任感 這一個 終極力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答案是 線上演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了喔 文字 照片 然後影片 都可以去呈現你的個人特色 尤其是影片 讓人家知道你在講什麼 就好像現在你看到我一樣 這不可能是假的嘛 因為這不是照片 不可能偽造啊 但是呢 你在網路上 有沒有可能 你拿別人的影片來播 哎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好像也有可能喔 所以為什麼我講 線上演講是 終極目的 終極的殺手劍 因為呢 你在線上演講的時候 一群人在底下聽 可能遍佈全世界 你的潛在客戶在底下聽 在他們自己家裡 聽你做演講 這個時候你很難很難造假 因為 你的臉就出現在螢幕前面 然後所有的人都看到你的臉 看到你的嘴巴在動 看到你的講話 所以線上演講他的說服力 非常的高 因為他看到你的臉嘛 他也看到你的講話嘛 這絕對不是偽造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 線上演講他可以成交那麼多人 他的效率非常好 最後呢 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正在人生的實質入口 而且你正在考慮創業的話 但是你沒有雄厚的資本 那怎麼辦 其實我會建議你去考慮一下 自創資訊型商品 什麼叫資訊型的商品 剛給各位看了 類似的畫面 我在資訊型商品的創作上 我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影片製作DIY 就是我教大家 怎麼樣去錄製影片 怎麼樣去剪接影片 讓你可以把這個影片 放到網路上 然後呢 我還做了 利用Google的部落格 去打造官方的網站 Google的部落格 要不要錢 不用錢 一毛錢都不用 你只要去申請帳號密碼 你就可以灌上你自己 套用你自己的 獨立網址 自己購買的網址 這是可以做到的 不用花一毛錢 而且你可以把整個畫面 改得像官方網站一樣 假設你今天真的 也懶得學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可以去代理 去經銷 別人的東西 而且你還可以經銷 資訊型的東西 那你就不需要 處理這個物流的問題 而且它也不需要 像傳統的商業模式 像我以前去代理 HP 或IBM的伺服器 我都要跟他們 用公司對公司 所以我必須成立公司 然後我去跟他們簽 代理合約 經銷合約 哇那個 一試兩份 然後簽合約 蓋西封章 然後再把東西寄回去 就一本寄回來 過程相當的麻煩 那如果在網路上 你要去代理 經銷這樣子的 線上系統 軟體的話 很簡單 你看它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我有去代理的一個產品 線上註冊就可以成為經銷商 我沒有騙你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想實際體驗的話 我都實際 坦白的給各位這些資訊 你們自己上去看就知道了 在網路上 你可以很輕鬆的 去代理別人的商品 其實這個叫做聯盟行銷 所謂的聯盟行銷就是 在國外已經流行很久了 也就是說你去申請一個代理權 經銷權 它就會給你一個數字 一個ID number 號碼 然後這個號碼是你獨特專屬的號碼 你的網址的後面會帶你的號碼 這個時候呢 只要你這串網址 給你的朋友 他們點選了進去做消費 那這個網站 原廠就會提供一部分的 佣金 獎金給你 這個就叫聯盟行銷 那這個在台灣也有 像伯克萊 或是Yahoo大聯盟 他們都有提供這種機制 等於說 你沒有商品沒關係 你可以去經銷他們的產品 那就達到了 你想要在網路上 賺錢的目的 不是嗎 OK 最後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這五集裡面講到的 第一個 導入流量 第二個 你要去截取這個Email的名單 第三個呢 你必須利用電子報 慢慢和客戶建立新人關係 然後最後一步呢 才是向客戶銷售 他有需求的產品 做而復始 你必須一直繞圈圈 一直繞圈圈 所以呢 後面這四個步驟呢 你都可以靠系統來幫你做好 網站幫你做好 信件自動發送幫你做好 你只要把這些內容 影片全部錄製完畢 全部寫好 間隔天數也設定完畢 就好了 你只要做一件工作 最重要的工作 導入流量 不斷的導入流量 不斷的收集客戶名單 然後不斷的培養新人關係 你就可以不斷的銷售 這就是我們這五集 的核心 其實網路行銷沒有什麼秘訣 你知道嗎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 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比人脈 什麼叫人脈 網路上的人脈 其實就是名單 網路上的人脈 其實就是名單 名單就是潛在客戶 一旦你的潛在客戶 夠多 你的生意就做不完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五集要跟大家討論的內容 謝謝大家